今天我们来做一款超级香酥的意识薄底披萨 今天主要是教大家怎么做这个披萨饼的饼皮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我们先来准备原料 这里需要面粉500克 橄榄油3汤匙 还有温水250克 盐1小勺 鲜酵母15克 如果没有鲜酵母呢 用干的酵母粉3克也可以代替 然后我们把酵母融化在温水中 再加入橄榄油和盐 然后还有一点点的面粉 把它们搅拌均匀之后 再陆续加入更多的面粉 因为面粉的品种和吸水性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面粉要一点一点的加 我这次只用了480克 等面粉成型之后呢 就把它放在桌子上再揉一揉 直至光滑 然后我们就把它再放回盆中 然后把盆的表面和面团的表面都抹上橄榄油 然后盖上盖子或者是湿布 使温发酵大约一个小时 或者直至它醒发到原来的两倍大 看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发酵好的面团 当面团发酵好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预热烤箱了 250度上下火 预热的时候呢 我们把一个烤盘放在烤箱靠下的位置 让它跟烤箱一起加热 已经发酵好的面团就不要再揉了 咱们直接把它扣在桌子上面 就成了这个样子 然后平均分成四等份 然后我们拿起一个面团 就这样慢慢的把它一点一点的撑开 不要用擀面杖 擀面杖会把气泡全部都压面破坏掉 烤出来就没有那种酥酥的感觉了 我们把它放在桌子上整一下形 我这个披萨饼皮做好的是26粒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烤纸上面 先刷一层番茄酱 然后在番茄酱的上面撒上莫兹拉奶酪 然后再放上大家喜欢的食材 我这次放了一些西班牙火腿 洋葱还有橄榄 最后一定要记得放牛汁哦 牛汁粉是给披萨提香的关键 奶酪爱好者可以在最上面 再撒上一层奶酪 奶酪越多越容易制造出拉丝效果 我建议大家在选材的时候呢 只放三到五种材料 因为少就是多 你放的东西太多了 反而会吃不出味道来 当烤箱预热到250度 我们就可以把披萨放进去了 我们这一放披萨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不要被烫到 我是用一个 把披萨放在凉的烤盘上面 然后再把整张烤纸 拽到披萨炉里面 那个热的烤盘上 因为这样子的话 可以让披萨迅速的变热 然后它就会不会损失太多的水分 然后就可以烤出薄脆的感觉 所以这一步一定不要漏掉 烤箱定时七分钟 七分钟以后或者是在六分钟的时候 你就要去观察它了 因为烤箱的火力都不太一样 你看披萨的边边开始冒泡 然后变成焦黄色 就可以拿出来了 如果颜色还不够呢 就再多给它一两分钟 我每次只烤一张披萨 如果你要是在烤箱里面放好几层的话 它就会熟得很慢 它影响瘦热 所以时间就会延长 也烤不出酥脆的感觉 哇 披萨可以出炉啦 是不是看起来就很诱人啊 看披萨的底部 也是这种焦黄色的状态 你要是拿指甲轻轻地扣上去 这也是硬硬的 哇 真的很香 这个饼皮真的很薄 然后很酥 边边是很脆的那种感觉 咬下去 就是真的是幸福感爆棚 你们也来试试吧